你好,阿西 你好 Katiu,你試試看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 是什麼? 姐姐們,在聊什麼呢? 你來的剛剛好 我跟你說,這個是好東西 上一次我在泰國買的這個椰子油 它裡面有C跟E 維生素C跟E 就是你在外面曬光太陽 太陽很大,然後回到飯店之後 擦一下這個皮膚會很滋潤 然後不乾 不是,這麼好喔 對 但會不會很貴 不會 這個就是我喜歡它原因之一 因為它的價格 只要一個便當左右就買得到了 一個便當多 好便宜喔 對啊 台灣的太陽也很大 我覺得如果 投資帶來進台灣的話 應該會發達財耶 哇,投資 你們太厲害了吧 對啊,你們現在生意頭腦很棒耶 對 但是泰國好東西 我相信應該不只泰國有 應該各國都有厲害的東西吧 當然啦 我相信你們聽完 聽完我們的介紹 一定會投資住 真的假的 那我們拭目以待囉 到底今天還有什麼各國好物 要介紹給大家呢 歡迎你們 謝謝 好 那你們有什麼東西讓我們覺得 可以投資喔 但是今天投資的話 是以自己的國家為小度 對 不是以自己的喜好為小度 好 我們要看遠看大好不好 對 就是你帶回去你們自己的國家呢 絕對會那個 大賣 對,大賣 要有市場的 對,要上市之類的 大賣認真 要認真喔 不是自己喜歡喔 對 印尼要來介紹什麼東西呢 來,我覺得呢 大家如果對保養品的話 就是會想到就是韓國 日本 對吧 對 但其實印尼的保養品也不俗 來 今天我帶了這一個保養品 這個就是寶石 然後也有Vitamin C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周紋也是消掉 那種 對 重點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便宜 便宜但好用 便宜但好用 然後呢 大家都一直在...在印尼的話 大家都買這一個道 可以請到韓國的藝人來代言 對 韓國劇情代言印尼的保養品 所以它是印尼在地品牌 對,印尼在地品牌喔 送中雞 還有... 誰 送你中雞 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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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XO 都是拉牌的喔 都是一線網的 對啊 都是一線的 對,我就覺得其實真的很好用 一開始其實我也跟大家一樣 就是因為太便宜了 然後這個便宜的價格 怕怕的 對,便宜的價格大概就是在 兩杯的珍珠奶茶 好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的買 很便宜對不對 很便宜對不對 好便宜喔 對,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很怕 是用這個保養品 然後就是因為印尼真的很愛這個保養品 可以啊... 然後某一天... 某一天我就買了 買了過後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而且它是因為印尼的... 印尼的國家是比較偏熱 熱的 所以就是如果保濕的話 要乾爽 對,它有乾爽那個感覺 是... 但如果就是冬天用的時候 也不會... 就還是會保濕 不夠滋潤 還是保濕 還是足夠的 可是這個如果一罐在台灣 這種大小的話 它會賣多少錢 這種功能的話 應該也要個... 一、兩千吧 八、九... 開價的話... 開價的 所以在印尼的話 兩杯中午暖茶 就不到兩百塊 不到 好不便宜 不到兩百塊 而且我很喜歡它用喔 因為這種凝膠的很容易弄完 會黏黏的 對,可是它不會... 會選擇 而且這個價錢 感覺晚上可以當晚安面膜 敷一整天 對... 可以 各位,這家庭 家庭好一點可以當日拋 不要再講 已經有很多廠商要準備 要代理 好,談代理了 OK,這個我們印尼呢 我們Grace帶來的這個保養品 如果進到你們的國家的話 你覺得會大賣的 請幫我舉牌 想不想投資入谷 帶回我們自己的國家 你們新著名朋友 只有意大利夢玄 你覺得...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一個大的賣點 是加個便宜嘛 對 但是因為進入到歐盟 會一定很多 所以我怕他們要花一大筆錢 讓它可以進到... 檢驗 然後就會變貴 但是... 一半是因為現在 意大利很多女生很喜歡那個... 韓國明星 你們又在開這個 就這個 這一看到這個就直接買了 真的有 所以我覺得 它的幸運力還是在 它的市場很好 所以一半一半 但我覺得有機會變成圈 是... 是... OK 謝謝 我們來歡迎一下一位 好 登場 好... 好... 首先呢 先跟大家 未來千萬富翁的投資者 老闆 你怎麼會講話 我先看嘛 好有面子喔 千千千 不要講了 今天大家聽一下 好 因為廣東人那麼多 那我們不管是移民會幹嘛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點 就是飲食習慣 這個飲食習慣 其實你到不管是地球 任何一個角落 都不會改變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 非常特別的食物 這是我們傳統 香港人 或者是粵語的世界的人 都會知道一個美食 就是... 江醋 豬腳 田醋 乳蛋 豬腳 田醋乳蛋 我們會叫它 它是豬腳薑 豬腳薑 它的原材料裡面會有 豬腳 會有甜醋 還有蛋 還有一些老薑 是 然後熬煮而成的一個 很美味的食物 這個食物不單只是好吃 那麼簡單喔 它是補身體的 如果是冬天 好像現在這個季節 吃完之後就是補刺血 如果你女生手腳 手腳冰冷 吃完之後也會 整個氣色 手腳發燙 很好 你沒有叫發燙 營養豐富啦 營養豐富啦 營養豐富 你知道就是 跟小孩的錢 是最好賺的 太強了 自己就最身體也好賺 你知道嗎 這個我剛剛... 剛剛講的這個豬腳薑 除了說補刺血 身體健康 尤其是你生完小孩的女生 不是要坐月子嗎 對 台灣的人也會坐月子 對 那吃完這個之後呢 它就會 立馬活過來 對 因為它有補刺血 活過來 就是整個 就被寶寶吸走所有的營養 對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是因為我看很多移民的群組 例如說香港人在台灣 香港人在日本 澳洲 像那種香港人都會在群組裡面問 請問哪裡可以買得到這個原材料 就是這個甜醋 甜醋 因為他們都很想要生完小孩之後 煮這個食物 但是都沒有辦法買到現成的 沒有材料 這個東西你沒有一個月喔 你是熬不出來的喔 首先呢 它煮出來之後 你看 你看 你光看它的顏色 就知道它燉煮了非常的久 對 如果現在就是不需要你那麼麻煩 你立馬可以買到一個 料理包 就是你一撕開簡單的加熱的方法 例如說微波爐 例如說電鍋 你就可以幫很多媽媽耶 你們不是賺錢那麼簡單的 你是幫助人的 雙贏 妳是直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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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助人 又助愛 而且其實現在補身體 也不只是只有女人 男生一樣要保養 對 不然怎麼會有膠原蛋白呢 對 而且這樣你前陣子開完刀 就要補膠原蛋白呢 對 沒錯耶 因為那個醋還可以活血化魚 對 所以它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料理 如果你們投資這個產品 把它引進來 是不是 賣 用幫忙 各位投資朋友 你們想要投資這一個東西嗎 講太好了 去 拍 自己的國家喔 自己的國家喔 真的耶 什麼了嗎 賣不出去耶 沒有哈魯 為什麼哈魯 為什麼 沒有 我覺得那個 這個方面的那個 是講 立北一定有機會 甚至生小孩子 或者那女生 照顧女生的部分 是 立北有一點弱 是 所以這種東西一定會 很多人就願意買 而且這其實不只是 對於生小孩的朋友 我覺得有時候 女生月經結束之後 也可以對自己好的人 對 對 對啊也是可以講 我還是沒有人要翻這個事情 而且你們幫助 就是幫助大家 找到自己的家商位喔 你幫別人找到家商位 是有功德喔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可以 沒有 你們華人很多耶 對啊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華人 我們也有類似的料理 然後甚至我們也會自己煮 那主要沒有想要引進的原因 是因為考慮到說 馬來西亞整個市場 可能還是以馬來人居多 那他們不吃豬肉嘛 所以如果你引進到馬來西亞的話 你就先流失掉一半的那個受眾了 所以就比較難賺錢 在馬來西亞都租相關的料理 是 所以印尼也是這樣子 對 印尼也是這樣 所以就比較 應該會難買 好 凱蒂 美國呢 你們都很喜歡一些什麼 餛飩啊 或燒賣啊 美國人沒有在做月子啊 然後 除了亞裔美國人之外 一般美國人他們會怕怕 而且看到這麼黑 剛剛看到那一鍋 你剛剛做這個 都黑黑的 這個我就可以 如果我是一般美國人 我會覺得 美國人會以為 這是誰突出來的東西啊 美國人 美國人會以為這是可樂 對 這個真的是有點 這個真的比較屬於華人 我覺得你的賣法 或許可以賣 可是要從不同的角度去賣 不能從那個女人保養的角度 OK 我們來看一下來賓 來賓現在目前兩票對一票 為什麼李懿你覺得不行 因為台灣月子餐很強欸 而且你不覺得 它看起來就很像 家裡旁邊的豬腳大王嗎 對 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旁邊那個豬腳飯 其實也是有蛋有豬腳 那做月子也可以吃 那它多了一個薑 我們就把薑再放進去 感覺好像會有一點雷頭 應該是放在說 感冒的時候 體虛的時候 應該要補一下 對 像三餅那種 對 那種概念 就每個族群大家都適用了 體虛的時候拿一碗飯出來淋一下 就好了 我覺得我們很棒 我們這個是互助 我們這個是 我們這個是 不做 不做 大家都有生意頭腦 OK 謝謝 好的 下一位 韓國 聽到韓國大家就覺得 買買買買買 買買買買買 這什麼都中 但是你們先聽一聽好不好 先聽一聽 好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個 叫 直接翻譯是高湯一顆 買買買買買 買買買買買 冷靜 冷靜 對 那就是高湯一顆 它就是 就是可能你煮菜的時候 它就是放這個一小顆 就可以讓你的湯變超級無敵好喝 真的喔 像在韓國超級超級 這是有雞湯塊的感覺嗎 對 類似那種雞湯塊的感覺 所以如果它後面有寫啊 如果煮粥 你也可以把它丟進裡面 就變成有味道的粥 變成鯨魚高湯粥 對 你不要看它這樣一小小一顆 它其實製作 它超多東西耶 對 它製作工程有點太複雜 就是它會有十幾種蔬菜 它會先挑選蔬菜 然後會先切好切好 然後再洗 洗好再去冷凍乾燥 冷凍乾燥之後呢 先放著 然後再去用一些魚啊 什麼魚 然後再加壓 煮高湯出來 然後再把那個東西冷凍乾燥 再把這些全部東西呢 全部攪碎 然後混 混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顆一顆小顆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 超級無敵天然的東西 完全沒有加一些化學的 可以耶 對 化學原料都完全沒有 這樣聽起來是很不錯 純天然 因為我們台灣人喜歡吃火鍋 對啊 喜歡吃粥 這個感覺就是一丟下去就可以 但是我們有雞湯塊 所以我覺得來喝喝看 它的味道 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來品嘗看看 好 這裡有韓國的味道耶 好看喔 好清爽喔 好寒喔 好寒喔 很寒耶 是每次吃甜不辣還是什麼的時候 會配甜不辣 對 怎麼了 之後來台灣開甜不辣店的時候 會很貴 你就是甜不辣的頭嗎 感覺給他煮湯肉 我覺得可以 而且我剛剛聽他講說 我不會也可以 我以為是很鹹那種 我也以為 完全不會 它可以單喝耶 而且它的魚香味是濃的 對 它感覺沒有太多的調味料 對 就是那種蔬菜的原味感 而且我覺得日式的啊 就是那種柴魚味會很重 它的不是那一種 它是鮮魚味 是 跟蔬菜的甜味 哇塞 大家聽完都很興奮對不對 趕快來幫我們舉牌一下 你覺得到你們國家這個 你願意投資嗎 好 我們來看新竹林 現在目前 義大利 義大利不行 然後美國是 一半一半 OK 我想問美國不行 中間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在 早餐的話 沒有在吃鹹的 比較多是甜的 或許如果你可以跟 那個馬鈴薯搭配 加馬鈴薯 變濃湯的那種感覺 對 那種馬鈴薯湯加這個 我覺得應該賣得還不錯 它應該不只有其餘 有很多不一樣的口味 對 不一樣的口味 然後義大利是因為美食太多嗎 真的是單純我們才會喝 糖 就是我們很少喝 義大利 還是有但是很少 所以我覺得機會 就沒有那麼多 OK 我們這邊藝人朋友 全部都可以 一定要 你光韓國人拿出來 就已經50%有意思 對 你剛才叫我 我們要吃 好突然喔 台灣人就是喜歡韓國 所以你主打韓國的商品 那已經先成功一半了 沒錯 再加上台灣人現在飲食習慣 也是走比較養生健康路線 它又主打什麼天然養生健康 所以台灣人就會很安 好 謝謝 謝謝九九 我們換下面一位 美國 有什麼好東西呢 有什麼可以帶回我們國家 一個很棒的東西 台灣人一定會要用的 什麼 紅衣片 那個我們不用 我們沒有用紅衣片 紅衣片 什麼東西 紅衣片 紅衣片 紅衣片就是紅桿機 你要紅桿衣服的時候 紅桿衣服的時候 我們一般是用來做紅桿 但是它除了紅桿之外 它有大概一百個其他的功能 什麼功能 醒鼻涕 因為它... 它在書櫃裡 你看它味道有點重 那它... 因為它其實它本身 為什麼會用在紅桿機 就是因為衣服你紅桿的時候 它會有那個靜電 那它是讓你的衣服避免 就是黏在一起 所以它有防靜電的功能 那其實你用這個來磨 磨掉那個灰塵 那個灰塵就是比較不敢靠靜電式了 因為有靜電 對 所以在電視上面先磨... 或音響上面磨... 對... 那當然我們電視就是一格 可是其實台灣更需要的是 夏天電風扇 你用這個來刷 一次就可以沈很久才要在哪裡 所以它可以隔絕灰塵 對 這麼酷 電腦螢幕也可以用 乾淨的電風扇上面先用這個 把它摩擦... 比較不會長灰塵 還有你去海邊 我們台灣很喜歡去海邊玩嘛 對... 一整天在海邊 你玩完之後 你整個皮膚都是沙織嘛 對 那我們用一般的毛巾把它擦掉 很難擦掉 皮膚又痛 這個... 真的嗎 我要讓給我罵 很辛苦 怎麼可能 時間看看 因為那個都是跟靜電有關係的 所以只要有靜電 它就是可以用來做 所以... 節奏靜電 不過你唱一輪唱上去 會隔絕所有東西對不對 對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都會玩很幼稚的遊戲 就是電板夾在腋下 然後... 然後黏同學的頭髮 對啊 那不如我們現在來玩這個事 你可以嗎... 可以嗎 吸起來 有... 有... 有幾個... 好... 有幾個... 然後這個... 抽一下... 你自己抽頭髮 對,這邊...抽一抽 好... 好... 我這麼急喔 來了... 好了,不要亂耶 本輩,你幫我放... 沒有... 怎樣... 怎樣... 還是要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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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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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不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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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都是多濟大婆耶 而且... 我相信你這樣講多久 我們剛剛在布里茂畫什麼 我是布里茂,我就說 你看吧,我就說嘛 這個可以擦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溫層有夠難擦的 而且... 你擦完之後你放在... 你放在... 好虛喔 電風扇後面 它就會有這個香味噴出來 然後 誰最討厭這個味道 蚊子 所以你蚊子... 太愛了 你放在你衣服上 你放在皮帶上 去露營的時候 蚊子... 蚊子就不會靠近我 去眼神的時候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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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在你們國家 如果進口回去的話 會不會大賣 請舉牌 會...一定會 一定會 這太強了吧 還是有中間的喔 對不對 馬來西亞跟印尼 對於這個還好 你們剛剛也不一樣 這個沒有豬肉... 這個沒有豬肉... 馬來西亞為什麼... 而且你們也喜歡香香的 不是嗎 我剛剛聽他介紹 我是覺得這東西真的很棒 但是因為它的名稱叫做 那個什麼... 紅衣片嘛 那...可能馬來西亞 比較少人會用... 會使用這個紅乾肌 那我覺得說如果真的要 就是引進馬來西亞的話 可能就是... 在它品名上 可能需要做改變 我們現在就改了... 我們現在... 我們改了... 都不能像香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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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紅衣喔 可能...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東西 它可以有那麼多功能 不大了解 所以可能在行銷上面呢 也需要花一筆錢來去...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東西有那麼多功能 對...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做成的話 我覺得是滿不錯的 日本... 日本有這種產品 應該很多吧 我剛剛覺得一樣 就白後公司上面 都可能就真的 思念的方式賣了 對... 而且真的有剛剛那個 那種頭髮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非常的... 這真的有感覺 很有效果耶 真的很有效果耶 我們來賓朋友 應該全部都可以吧 全買啊... 我是手機在身上 不然我已經在下訂了 你是不是在美國 已經賣400 你覺得台灣如果賣多少 台灣人可以接受 我覺得就是800 沒有... 剛剛那個價格 是台灣的價格 對... 美國跟台灣有價格 台灣價格 那很可以啊 我覺得很可以 對...身為模特兒 我剛剛沒有跟我Re這一段 對...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可以抽獎 謝謝你的頭髮 謝謝... 這個抹在手髮上 你不會禁禁 這個送你啦 沒有啦 因為這... 這個我們做到尾條 這三張給你啦 可以... 大家一人一張 因為我回去 我真的會大賣喔 真的 喜歡 OK 好 謝謝美莉 很厲害 這真的很厲害 好 美莉姐 對... 妳要介紹哪裡的什麼 我要介紹越南的 因為我原本想說 日韓一定很多人介紹 對... 所以我都來介紹越南 但是這個東西呢 有一點點挑人吃 可是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我去越南玩的時候 然後我去他們飯店 我就訂了一個滿好的飯店 然後坐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送 然後都剪了小小塊 在那邊給你吃 然後我們就問這個是什麼 他說這個是 一吃之後 我直接跟他要第二盤 我說這也太好吃了吧 但你平常是不太喜歡吃薑的 你喜歡吃薑的 我喜歡吃薑的 可是我不會把它拿當零食吃 對...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台灣其實很愛吃蜜餞 對... 而且台灣人也很喜歡辛香料 比如說薑啊 我們豆花也會將薑汁在裡面 壽司也會想要配薑片 對... 所以其實台灣人對薑的接受度是高的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就這樣子做 他就是這樣子 把薑切成薄薄一片 然後但上面呢 就是撒各種... 就是撒糖粉 所以他在包裹的時候 你吃... 你吃得到薑的那個辣感 可是... 你在覺得辣的時候 用那個甜味 去補足你的那個... 好複雜的心情喔 去補足你那個辛辣的感覺 你們吃吃看... 因為我本人對於薑 是真的沒辦法 可是光放進鼻子這邊 就是有一點奶香味 好特別喔 對啊 這很看人性喔 可是我超愛這種極端的口感 就是又辣又甜的那種口感 好薑喔 它咬開是有纖維的耶 它真的是薑耶 很複雜的口感喔 真的很複雜耶 很複雜的口感 它有不同味道耶 對...它有不同味道 它其實是有層次的口感 真的 這個我好像可以耶 是不是 我也是 莫名其妙 有刷水耶 對... 後來發現其實他們就是 算是家常的零食 然後他們說他們飯店就有賣 我就直接扛了五包回來 我覺得它之前很像是那個過年吃的 蜜冬瓜 對... 老... 老人才... 蠻刷水的吧 這個 但是他們有些人 我不好先來問一下好了 對於薑來說的話 如果這個 要讓你們投資 你們會想投資這項產品嗎 請舉牌 義大利可以 我覺得很多 義大利都比下站的 義大利人對原方來的這種 果乾啊 或這種零食很有興趣 而且大家對於那個這樣的概念 是一個健康的東西 對耶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會願意買 香港人來說比較陌生 所以一定會有新鮮感 但是香港是... 我是覺得... 就是... 普普啊 因為外面香港人... 他是說香港人覺得... 就是他的那個... 外面那個糖霜有點多 就是對香港人來講他不嗆 香港喜歡再更... 香港喜歡直接的 這種味道 欸你是... 你再吃大便一點了 試試看 因為我們印尼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甜點 就是會加醬的那一種 就甜甜 然後就又辣辣暖暖的那一種 但... 雖然我個人是其實沒有很愛醬 但我覺得這一個的話 畢竟印尼很愛吃零食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對他們的口味 但真的在印尼 我們完全沒有看過 沒有耶 而且他很暖 因為譬如說現在冬田吃的時候 他的身體是整個暖起來 真的耶 真的耶 去賣工地大哥 不要吃零食 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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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耶 好棒耶 謝謝李懿 我不會知道哪裡可以嗎 沒有 李懿 好 好 台灣人很愛日本的東西 都有 對啊 其實我真的很拿錢 因為很多日本的東西 台灣已經有了 而且世界各地可能有很多日本的東西 對啊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帶來 就我覺得很厲害的東西 反正就日本很厲害的東西 然後我今天帶來是比較大一點 沒那麼小小的 然後就不容易買 不容易買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對男生來說有一個最終夢想 夢想 對 我就從小時候一直都 想 希望看到的東西 現在有出來的 實現的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這個東西 外面非常非常的帥 是 有一個很大的機器帶來 好 那這個機器 簡單來講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提子車 是 提子車的上面 雲機車 這上面有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 就跟這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好酷喔 然後他在這邊 操作的人在這邊 是 然後他可以拿到 就像開車一樣的 就開車 然後他右邊的時候挖 就是他的 對 對 機器人 對 超級厲害的 真的是小時候看那種 在駕駛艙裡面駕駛艙 對 對 一模一樣的 無敵鐵金剛 對 然後外表演 外表演很帥 然後我們小時候看到 有一個日本的一個漫畫 有一個 激動警察 對 然後那個漫畫裡面 漫畫裡面他有一個訓練 自己的機器人 然後他有做一個 有一個繩子要搬起來 用機器人搬起來 他做出來的 學家 所以他的手 可以處理這麼精細的工作 對 好有趣喔 在這邊有人 然後他有用手動作 然後他的機器人 就用手動作 可以幫我們做一些 比較危險的東西 對 因為它很高的地方 都可以做 所以是工地比較會看到 工地 對 會不會出此以後 台灣的小男生都立志 將來要當工人 對啊 出去很帥 對 你來帶你這個全世界 全台灣只要做工地的人 都給你做 對 真的耶 包子厲害 而且又很安全 對 安全 對啊 不得了 就可能人沒辦法進去的時候 他可以進去 對 他真的就是長這個樣子是不是 對 很帥耶 是真的樣子 不是這個樣子 他可以處理到很精細的工程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因為價格比較高 這很需要 如果你中了就是賺大錢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 如果這個到你們 你們會想要去投資入股嗎 好 請舉牌 全中 我們新人民朋友這邊全中 全部都 為什麼咧 那被以備的辦 為什麼咧 那因為怎麼說呢 現在我們印尼也是很多 就是我們印尼很多人 很多人 然後就工作也是在工地工作 人力 對 人力 然後如果就是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就是應該少了很多工作機會 那這樣子的話 印尼的人越來越沒有工作了 沒有工作 我是思考的事情是這個 但其實這個是真的很棒的事情 對 對 好 然後我們藝人朋友是覺得 全部都缺 都可以來引進去 而且我覺得他很美化勢容 就是有時候你在工地看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工地亂亂的 對 你突然有一個機器人 這樣伸出來拿東西 超帥的 超帥的 這個工地 他就一手扛那個磚塊啊 什麼柱子一手這樣揮 超帥的 超帥的 我是台北的機器人喔 好帥喔 南潛基因 超帥耶 對 現在這種方式 不只在家公司 有很多這種機器人的公司 他們的投資的方式 有很多種類 比如說這邊可以貼廣告 也是可以投資的 很有心理 或者是這個有些 這個機器人的名字 可以取名字 可以取名字 可以投資一筆錢的話 可以取名字 還可以求婚 還可以求婚 求婚 求婚 真的 好帥喔 比如說你在15樓上班 上班上班的團員有人說 請嫁給我 對 好帥喔 好帥喔 上班上班 上班上那個窗屋一朵鮮花菜 好帥喔 好帥喔 機器人拿給你 結果嫁給機器人 不是 因為機器人 那也帥給機器人老闆 超帥 好 謝謝阿倪 謝謝下一位 謝謝菲菲 好 菲菲 要知道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已經現在賣得很好了 其實就像股票一樣 它還是一直要往上漲的 它只會越賣越好 那個東西是每天 大家幾乎都用得到的 就是泡澡球 泡澡球 我跟妳說那個貴到 有時候可以三四百塊 對 你知道嗎 有的泡起來 我告訴你 有的小朋友不愛洗澡 爸爸媽媽就會說 好啦 那不然今天 你挑一個泡澡球 他們就超喜歡 有的泡澡球就是 泡完之後 它會出現一些 不同的玩具 而且很惡劣的 它會告訴你 這個系列有幾隻喔 對 但是它不跟你說 這個裡面是什麼 對 然後你就會一直想要去收集 那除了這種玩具 會出現的之外呢 也有那種 泡完會自己很像公主 上面都是 好漂亮喔 對 亮粉亮片 或者是有的 就是你洗完澡 你身上會有那種 滿滿的亮粉這樣 然後就不用洗掉 然後小朋友就覺得 好開心喔 亮亮的 邊洗澡邊變魔法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就是像這種 它是可以這樣子 放進去那個水盆裡面 用一用之後 拉一拉 就可以吹泡泡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沒看過耶 我們來試試看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吹泡泡 好 這個我沒看過 這個我女兒都好喜歡 那我們家支援的 我們家好多 對 請支援吹泡泡 請支援 請支援 支援櫃台 支援櫃台 是你女兒的嘛 對 說女兒的 這個可以 好可愛喔 你實力 可不可以試完這個給我們看 突然害羞了 你示範給我們看好了 試試看 可以 好可愛喔 妹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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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小賣喔 妹妹那你吹一個 再吹一個 再吹一個 慢慢吹 對 你喜歡泡澡球嗎 你喜歡 這邊你都喜歡嗎 而且我跟你說 它現在梗越出越多 它現在變成有 一盒裡面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泡澡球 你就可以想說 今天我黃色加藍色 然後你的浴缸會變什麼顏色 白色加紅色 你的浴缸會變什麼顏色 會有這種 會 對 你看那個姐姐也很會吹 她吹個好大的泡包 我會吹給你看一下 來 這大人小孩都喜歡耶 好 可以 泡澡球如果帶回你們國家 如果來賣的話 你們覺得會不會大賣呢 想入股嗎 請舉牌 要不要入股 帶回國家 帶回你們 姐姐 等一下要吹那麼開心 對 因為你知道這個是日本的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在香港的話 然後香港去哪裡生個浴缸出來 喔 在香港 真的 真的 這個越來越發展 因為像我 今年我父母 他們寄聖誕節包裹過來的時候 他們也知道我們沒有浴缸 他們就是寄一個 是洗澡用的 shower用的 你就放在那一塊 在你的浴室裡頭 然後那個濕氣 就會讓它噴發一些 所以 但那是比較單純的 我覺得或許他們也可以拍這碗子 對 所以 這個全世界同意吃 好棒... 謝謝 好的 謝謝 下一位 好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呢 要來跟大家推薦我們的辣椒醬 馬來西亞人很喜歡吃辣椒醬 不管是配炸雞啦 或者是粽子他們都會吃 各式各樣的辣椒醬 真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這一款辣椒醬 叫做 甘文格辣椒醬 甘文格 對 它其實是一款 蒜香辣椒醬 那吃起來呢 就是有很濃郁的這個蒜頭的味道 然後呢 在它的香辣當中 又有點微酸微甜的風味 那為什麼 就是非常喜歡他們呢 因為他們這個工廠 這個品牌呢 他們非常的重視他們的這個品質 他們工廠呢 每一天只會生產大約四千瓶的 這個蒜辣椒醬 鮮量 鮮量... 鮮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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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其實台灣人呢 在吃任何的東西呢 都非常的強調 天然的最好 對 那它這一款呢 它的原材料呢 也是非常的單純 就是糖、鹽巴 然後蒜頭 然後還有醋 就是它的酸味的來源 然後還有乾辣椒 對 那它特別當中呢 還會加這個南瓜 跟這個地瓜粉 來去當這個蒸醬劑 所以它就是狗狗的那個辣 醜醜醬 對 那我覺得它這樣的一個調味呢 就非常的符合天然的最厚 這樣的一個精神 對 然後呢 它講的就是 適合搭配什麼樣的食物呢 就像你們吃燒肉的時候 可以沾這個 然後還有像 接下來是端午節嘛 是 端午節吃粽子 也可以沾這個 如果是直接算到台幣的話 一瓶就差不多50塊以下 這麼大光嗎 端午節 差不多 應該沒有這麼大吧 差不多 這是棒大人 很棒耶 來 舉牌一下 如果帶回你們國家會大賣的話 OK 請舉牌 全速通過 只有我們的 辣椒也是非常多 雖然就是有可能就是 印尼人會覺得口味不錯 但要跟印尼當地的辣椒醬 應該也不簡單 那如果我找韓國明星代言的話 那如果我找韓國明星代言的話 賣瓜 賣瓜 有相機 我們台灣的朋友全部都可以 台灣人這麼喜歡吃火鍋 而且我們好喜歡蘸醬 對啊 所以火鍋蘸醬什麼蘸醬 而且限量兩個字 一天四千 一天四千 而且它的價格非常的有競爭力 對啊 來台灣賣個一兩百塊多 還可以 可以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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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 阿倫 要介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Made in Taiwan 台灣的紡織品 我跟你講台灣的紡織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以前就是成衣大國 所以很多的代工下來 做出 你知道就是好像學徒變成師傅的感覺 做出心得來 今天這一件主打的就是當然就是它很 防曬 然後它的牌它很棒 夏天穿著很棒 因為現在夏天到台灣又熱得不得了 對 而且很多人穿這種防曬衣 最重要就是怕曬黑對不對 對 它主打的呢 就是讓你 真的 你說穿著長會變白 會變白 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變白 但是 你也是在表白劑 就是它透過它的折射之後 反射到你的臉 白色的就是讓你淨白 對 所以它要出藍色的 藍色就是讓你皮膚做舒緩 然後粉紅色的就是讓你越來越水嫩 這個摸起來很舒服 對啊 所以它是有特殊的織法 像它 你可以細看就是它跟一半的那種 防曬衣不一樣 它是有六角形的 對 那就有特殊的功效 然後透過它折射的那個波長之後呢 就可以讓你越穿越白 好棒 曬黑很重要 我們來以人越穿越涼 現在不只涼海 越穿越白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好神奇 這個好酷喔 台灣真的很厲害 對 我們的那個針織 織品很厲害 台灣紡織非常厲害 很多布料都很厲害 運動員的那個泳衣 對 自行車都非常厲害 因為那個要很長時間摩擦 然後寫是耐汗 排汗等等 然後它可以根據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延展性 然後去做那個衣服的伸展 好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 這個到你們國家 你覺得值得投資嗎 請舉牌 舉牌 好 你好 美國的朋友 我們科技大國露出不屑的表情 只要你在美國說 只要你在美國說 越穿越白 你就會打白 對 對 對 越穿越健康黑 搞錯身上了 對 就算不是皮膚的問題 我覺得一般美國人很有名 就是你去任何餐廳 我們一定 就是 不管什麼季節 都是喝冰的 那 我們 一般美國人看到這個 然後你跟他們說 你夏天 穿 他們會說 我哪 哪有辦法 太熱了 他們 他們沒辦法想像 這個是可以讓你涼涼的 真的 對 然後義大利是中間 因為義大利 最近那個穩度 夏天的穩度越來越高 有達到 五十度 所以 我覺得越來越多人 就是有感覺到 其實太陽是要 就是小心的 要放晒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可是 那個說法要大概變 然後保護肌膚 防晒 防晒 對 不會晒 然後 不會流汗 抵抗太陽 對 這樣很好 那我這件是不會晒傷 抵抗太陽 賣你五百 直接把它賣掉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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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要介紹的是 然後聽說在台灣也叫做 或是 那其實它跟 就是 傳統的Pizza 除了那個 性狀不一樣以外 它也是比較高 比較軟 然後它 基本上沒有那種 很多人會留下來的 對 對 然後它的特色是什麼 你去買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一個托盤 然後你可以選擇托盤的大小 然後你就跟店員說 你想要拿幾個口味 然後他會把這些口味拼起來 對 如果有人吃素 然後有人吃肉 你可以 就是每一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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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一半的家人是亞洲人 然後另一半是西方人 那西方人 可能他們還是比較喜歡吃西方的那種 口味 對 他們可能比較不勇敢 可是台灣的家人就有一個問題 他們不喜歡 就是自己店一個東西 然後自己吃 對 分享 我們就是要大家一起吃 對 然後這個是完美的解決方法 對 因為所有的口味你就放在中間 然後每個人拿他們想要吃的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 你要推銷一個東西 最困難的地方在於 你要建立一個品牌 可是Pizza全世界都知道啊 對 所以你的店外面你只要寫Pizza 你還是有客人會來 會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很驚訝 在台灣就買得到的地方很少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好的東西 這種模式的Pizza 我們比較沒有吃過 對 我們都是吃那種一塊 然後有時候一大塊 那種同一種口味 對 而且很多女生都會說 我好想吃那個那個那個 我都好想吃 我不是這樣扁他 對 但大家吃的也是 你就不用扁他了 對不對 這樣就不用扁人了 對 對 覺得家庭會比較和諧 對 只是像我有些家人 他們不吃辣 我就變成必須遷就他們 對 Pizza都不能點辣 我只覺得好多味道 是 特別是吃素 因為你只有自己一個素Pizza 對 你們還想要跟你打 然後你就在那邊 我只有這一個 對 想想看喔 這樣子的Pizza的方法 如果引進你們國家的話 可不可以 好不好 OK 請舉牌 到這裡的全部 全數通過 全數通過 我想先問一下印尼 這個你們過得了 過得了 當然 我們很愛吃Pizza 然後再加上如果就是 因為那時候 Pizza不是有些Pizza 是可以兩個口味 對 那個賣得超好 就是我們喜歡 就是不同的口味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Pizza比較少見到 其實印尼也是 遠遠的Pizza比較多 所以我就覺得 這種Pizza的話 就是會讓印尼人就吸引到 就喔 Pizza 為什麼樣子是這樣子 所以真的會賣很好 我覺得你剛沒有講到一個重點 它的便利 我第一天到義大利的時候 我就去了一家 就買早餐 吃早餐 我就進去 你想要吃Pizza 你到義大利 你一定會想吃Pizza 可是你就是不想要 坐在餐廳 你可能想要出去看一下 什麼的 你就可以 它就是賣你一包 你就是 它給你一個紙袋 然後你放那片的話 還有甜點 然後你就可以帶到 你可以去那個Picnic 你可以去公園在那邊吃 野餐 超級好 所以然後這個 當然Pizza全球都知道好吃 對 而且一樣的錢 可以吃很多種口味 對 這最重要 又很便利 而且他有講到這個Pizza 那個便便腳腳都不會硬 我覺得這個很棒 對 我最討厭吃邊的 對 有時候其實只是想吃它口味 沒有要吃到那麼飽 韓國也OK 韓國可以 韓國人很喜歡很多東西 然後這種看起來 拍照打卡也很好 對 很多東西 對 很豐富的感覺 對 好想吃 這台灣一定大賣 我覺得台灣一定口行 是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吃Pizza 只能去Pizza店買 可是這麵包店就可以了 它可以放在任何一家麵包店 所以你等於是24小時想吃Pizza 你只要走進麵包店就可以買 你不用去Pizza店 真的 今天聊完之後 我發現每個人都有當老闆的體質 真的 而且今天大家都不想輸 帶來的東西都好厲害 真的超級超級強的 真的 OK 我相信這邊以後 一定會出現一個大老闆 各位老闆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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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知道 好想知道 那喜歡影片的記得訂閱 然後按鈴鐺 謝謝 謝謝 好想知道 謝謝